1989年出生的朱德荣来自台湾高雄 十年前,他来到大陆,进入北京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学习 十年后的今天,已在大陆成家立业的朱德荣 过起了美洲往返北京石家庄的双城生活 日前,记者在石家庄的一家美容医院见到了朱德荣 朱德荣说,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发展 一是医疗美容行业在台湾已经饱和 但在大陆市场广阔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大陆的环境不会让人虚度时光 大陆的这个环境呢,其实不是适合,只适合台湾的青年 它是适合全世界的青年发展 因为呢,它的包容性很强 至少是在我生活的双城里面 就是石家庄跟北京这两个地方 我觉得它的包容性非常强 只要是有野心的年轻人呢 在这边可能努力都会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这样 2014年,朱德荣毕业后认识了现在的老公并嫁到了河北 由于朱德荣所在的公司,在北京和石家庄都有业务 他也开启了每周往返京时之间的双城生活 朱德荣说,双城生活虽然辛苦却充实 可以让他看到两个城市不同的美景和人文 尤其是高铁的速度,不仅让他感受到了经经济空间上的一体化 也让他体会到生活上的同城化 我感觉非常好 因为就是整个车非常平稳 然后很安静 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速度也很快 然后北京高石家庄也顶多一个半小时左右就到 这是因为我们的交通便利 所以能实现我们的双城生活 在大陆十年,朱德荣不仅感受到他所从事行业在快速发展 同时,他觉得大陆从城市人群的整体素质 到自然环境和空气都有很大的改善 朱德荣告诉记者 现在有很多台湾朋友在向他询问在大陆就业生活的情况 对此,他都会客观回答 在大陆生活是非常方便的 不管十一住行方面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满意 然后现在就是去窗口取票啊什么的都还是比较方便的 生活中,朱德荣喜欢旅游,烹饪 他觉得大陆每个领域都在与国际接轨 并且越来越专业化 尤其是二三线城市有了更好的发展空间 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我对我们这个专业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因为美丽呢是每一个人心之所向 然后呢它也算是一个朝阳产业 然后我们以我们的专业跟良好的技术 还有良好的服务去给客人满意 我觉得还是很有信心的 感谢观看